那个昨天NCC他的那个牌案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记不记得大概在两个月前 那么我们曾经就是 国民党的立委冲进了NCC 然后不让他们开会 那时候我们甚至 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 陈耀祥出来面对 就跟他沟通 就他不敢出来 他把自己门关在里面 他把铁门拉下来 对铁门拉下来 那种不是冲进去吗 他在里面我都听到 他在看我们的直播你知道吗 因为在看直播 然后就是死都不肯出来 那是五月份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立法院 在开议的时候 因为那一天呢 也是我们前天知道有排案 然后我们早上事实上 是有假动大家开会 就针对这件事情 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 那所以他今天就是特别 就是挑一个 就是现在是在休会期间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在休会期间 很多的立委可能都在 自己的选区在忙 因为他不一定需要 进入立法院 那所以他等于说 就是要挑一个所谓的 夜黑风高的时候 就趁人不注意 赶快要把这个案子通过 第一个 你的这个心态就有问题 第二个刚才讲说 在整个投票的过程里面 有四票 其中一个是主席自己 这个主席是谁呢 是陈耀祥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过去很多的会议 其实主席是不投票 因为主席要维持公立性 他公正性 他不投票 结果他为了要让昨天 能够顺利的过关 他自己出来投票 这个程序就有瑕疵 这是其一 他跟他的瑕疵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有几个 几段录音带 就是录音档 那个外流之后呢 大家觉得非常的 不可思议 原来整个禁电室的 执照的申请案中 里面有这么多的政治介入 那里面比如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这个侯耀福 他侠所谓的这个蔡英文之令 之命去跟陈耀祥讲 说这个案子是要过的 而且呢 你不要管行政院长是谁 他都要过 你怎么可能会去 给一个独立机关 去下达这样的指令 说你不用管 未来就算行政院长换人 他也会过 那另外包括 就是说也提到说 这个苏贞昌 有去跟陈耀祥去询问 说这个案子 为什么要搞那么久 好 那所以这么多的 这些录音档出来 大家真的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案子里面的 政治黑手 介入的这么深 好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再包含 昨天他们的前董事长 那个陈建平也出来指控 所以这个案子 事实上已经在 那个地检署在调查 而调查这个案子里面 陈耀祥就是利害关系人 他不是证人哦 他是被告 他是贪图案的被告 所以第一个 作为这个案子的被告 你已经没有资格 你根本不是要回避投不投票 你是连主持的资格都没有 你今天想想看 哪一个说 我是这个案子的被告 我还在主持这个案子的通过 你不是很荒唐吗 你真的把整个的司法程序 那个放到哪里去 再加上你看昨天 又打破惯例 他自己下来投票 因为他要下来投票 这个案子才会过 我只能讲 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大选年 因为他大概 可以上架大概是9月份 我真的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急 为什么 因为今年是总统大选年吗 在台面下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换条件 我必须强调的是 我知道进电视的这个同仁 从业同仁他们真的也很兢兢业业 他们也很努力 但是这个案子有这么多的瑕疵 还有这么多的黑幕 这样的通过是不封光的 而且重要的是 里面到底是不是存在什么样的弊案 为什么如此不可告人 为什么要强渡官山 到现在为止 我想我们的NCC 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执政政府 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只有不如有联系 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执政党